那我们就继续我们接下来的课程 好 我们接下来讲的是有关于domain adaptation的应用的方面 那我们今天分成三个topic来说明 第一个topic是image to image的translation 然后我们会介绍两篇路 然后第二个topic是semantic的simmentation 然后第三个topic是person的re-id 好 所以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第一个主题 也就是image to image to translation 那什么是image to image to translation呢 其实就是大家可以想象 我们今天有一模一样的构图的一张图片 比如说以下面的例子来说 我们有一个相片的接近 那我们想要把它转换成可能是冬天会看到的接近 但是基本上构图你看到电线感到速发车这些都是会改变的 或者是我们今天有一张真实的接近的图片 然后我们想要把它转成 也很像是游戏内接近生成的这个画面 或者是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一张油画的影像 然后我们想要把它转换成真实的人链 或是有一张人链 我们想要把它转换成卡通或数秒之类的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一篇论文就是有关 cross-domain的 也就是unit的这篇论文 然后unit的话其实老师之前上课有提过 所以我们今天就很快的讲一下它的概念 方便我们讲序我们下一篇也算是它的序序 也就是unit的setting其实就是unsupervised domain annotation 它有两个不一样的domain 然后它的training data是unpair 比如说unpair是比如说我给你一张 比如说油画整理 但我未必能找得到它对应的真实的一个training data 然后这篇论文跟前面崇浩提到的概念是 比较match一点是它有一个想法是 我target domain or source domain有一个share的latent space 那我要怎么做到这个share的latent space呢 我就是要去抽取它domain invariant的feature 然后unit的架扣其实就是前面一个VAE 然后后面接一个game 如我们的这个CE图所标示的 那我要怎么做到share latent space这件事情呢 就是我在model的比较high level的feature的部分 在encoder跟decoder都做share parameter 那所谓比较high dimensional space 就比如说像是它的class之类的一些information 然后我们直接来看它的objective 怎么帮助它做到所谓的share latent space这件事情 我们首先我们的第一个objective是VAE的loss 然后VA的loss其实就是在做reconstruction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这个式子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引扣出来的这个latent code z 可以符合我们的normal distribution的一个限制 然后另外就是后面的这个lambda2的这个term 就是在做reconstruction error 那在这篇paper里面它是做l1的reconstruction error 这个loss呢这是gain的loss 那相信大家如果我之前有看上课的影片 应该也对gain有基本的了解 那只是说我们在这边带一下它的电子怎么做的 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lambda0的这个 第一个左边的这个term 这个log的d1就是说我要辨别出 我在source domain的影像 它是否为source domain的影像 所以我giventhexy也就是source domain的影像 我要告诉它discriminate要产生true的结果 然后在我转换过也就是我从target domain 转换成source domain的影像的时候 我discriminate要能够告诉我说 它并不是原本就是source domain的影像 然后第三个是cycleconsistency loss 就是这点的想法其实跟cyclegame很像 好 然后第一个loss term呢就是让达3 就是我圈起来的这个term呢 它是希望我的latan code能够符合normal distribution 然后第二个term呢就是我在我的source domain转到target domain 也就是x1到2的这个东西 转换过去之后我再把它丢进target domain的incorder 那我希望它incode出来的这根feature 也要是normal distribution 也要符合normal distribution 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它的cycle consistency 那我再转换回到2 然后再由2转换回1之后 我希望我跟我最原本的那个图片 有一个concept的写 然后这就是unit的结果 那我们可以看到unit它其实 比如说以右边的这张图来看 input husky跟corgy 就是它input跟husky 它要train the mother input跟corgy它也要train the mother 然后它的限制是在于说 比如说我今天给一张input input的狗狗的图案 那它生出来的husky就一定会是长这样子的husky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有人提出了所谓的multi model的image translation 也就是下面这篇论文 那因为它们的想法蛮类似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会介绍第一篇 也就是abunit的这篇论文 那所谓的multi model呢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示意图 比如说我今天给你一个 你左边刚才说 比如说我今天给你一个高跟鞋的素描 然后我们希望把这个高跟鞋填回像是真实世界的影像 那我除了可以生成 比如说粉红色的高跟鞋 我还可以生成黑色啊米色 这就是所谓的multi model 但是它还是都是符合那个sketch的高跟鞋 那这篇的setting其实跟前面一样 就是我们有两个district的domain 然后我们有unpaired training data 那我们要怎么样做到了所谓的multi model的这件事情呢 就是要做所谓的disentangle 那我们把这篇的做法是把feature disentangle成content跟style 那在这篇论文里面大家可以想象成content 以下面这个图来说可能就是bob 就是它的头有微微的向右 然后往前方看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伸出来的猫的那个看的方向 跟头的那个pose其实是蛮接近的 那style的话呢大家可以在这篇论文里面可以把它想象成appearance 就是败表就是 或s1而言它的appearance就是bob的appearance 然后s2而言就是不同的猫的appearance 那什么是disentangle呢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例子 就比如说我今天input了左边的这张图片 然后可以把它decode成content跟style的feature 那content可以就是比如说代表他的class 那in这个case就是代表他这个人是谁 然后呢style的就是他这个appearance是怎样 所以他是往右边看的一个人脸的日常的装扮 那我们今天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sample出不同的style 比如说恶魔猫男或者是台北暴徒 然后我们可以对应到他有不同的图片的生成的结果 所以这就是disentangle的一个简单的例子 然后我们来看Munit的架构 Munit的架构其实就是他有两个encoder 那么分别处移扣出不同的feature contentfeature跟stylefeature之后 我们可以把它们做一个结合 结合完之后我们再做opsample 可以得到reconstruction的image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model是怎么利用objective 达到他的这个translation的效果 第一个就是bidirectional的reconstruction loss 就是从话前面有讲到就是 domain adaptation里面有一个 有第三个方法是所谓的reconstruction的方法 那这边他也是 他等于结合了第二个方法 就是adversary的方法跟reconstruction的方法 来做到domain adaptation的效果 那第一个reconstruction的loss呢 我们可以分成imagereconstruction和latentreconstruction 那imagereconstruction 大家可以看到左边的这个红色的方法 就其实蛮直觉 就我一张image我把它移扣成style跟content之后呢 我要能够被decode by我自己本身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imagereconstruction 那第二个呢什么是latentreconstruction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右边的这个方法 当我今天有一张图片我被移扣成c1跟sy 那我取它的c1 然后我从另外一个domain sample出它的style 也就是它的periods 然后把它decode呢就可以decode成另外一个domain的风格的图片 那这个domain的风格的图片呢 我再把它移扣完之后 我希望我得到那个content 还是我自己原本的content 然后style呢是我这就跟我sample出来的那个style是一样的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latentreconstruction 那第三个adversal loss呢 其实就跟我们前一天的unit提到的是一样的 在做一样的事情 我希望我转换过去的图片能够被disperienter变成出来 然后我原本就是这个domain的图片 disperienter也能够变成出它就是原本这个domain的图片 然后我们可以来看一下munit的结果 跟上面不一样的事情是我们今天给定一个input 然后给定它的另外一个domain 我可以生成在同一个domain里面 比如说summer变成winter 但是我也有好几张winter的图片 或好几张summer的图片 这就是munit在做一件事情 然后介绍完image to image的translation之后呢 我们可以来看semantic的segmentation 然后semantic的segmentation在做的事情就是 我今天给你比如说一张接近的图 那你要能够label每一个pixel 所以以这张图的示意图 我能够知道比如说哪些pixel代表的是车子 哪些pixel代表的是人 那为什么要做semantic的segmentation 的domain adaptation呢 就是第一个是因为我们取得真实世界的这种 就是我们要一个一个pixel 去label说它是哪一个class 这件事情其实是费死又费力的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我们从 像说话前面举的那个例子 我们从gta生成我们的接近图 那我们的程式就一开始就可以知道说哪一个pixel 属于哪一个class的 那第二个要做原因是说假设我今天在亚洲 亚洲风格的街道 炫好了一个semantic的segmentation 的bodel 那我今天想要把它apply在欧洲的semanticsegmentation test上面 那我们的performance势力不能变得太差 不然我就得重新收集欧洲的资料 那这实际上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应用效益的 所以今天domain adaptation可以帮助我们 还请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今天呢要介绍一个篇论文 分别是这个第一篇是adapt segmentation network 第二篇呢跟第一篇的做法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第二篇介绍的是说的class balance的self training 他用很多engineering trick 来帮助我们做到更好的performance 好 adapt segmentation network 它一样它的setting就是有两个distinct domain 就是一个是synthetic的 也是GTA5这个的data set 那一个是real data set 那就是只有GTA5这个data set 它有label data 这篇论文的核心思想是作者热鬼 不管是我们是在synthetic的data 还是在real world的data 基本上我们把它转换成segmentation network之后 他们应该会享有某种程度上很多的详细 因为同样都是阶级 所以他们的structure可能会很强势 比如说树可能都会在比较偏涂的上半部 然后车子啊道路可能会在涂的比较下半部 然后天空在涂的比较上半部 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 虽然他们两个以下面这个例子而言 虽然他们两个长得蛮不一样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转换成 所谓的segmentation之后 其实他们两个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 然后我们直接来看model的架构 这篇论文的model的架构呢 其实是满一目了然的 就是我们今天输入sourced domain 跟target domain 进一个share的segmentation network 那么希望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在最后两层的feature map 我们对它apply 所谓的domain adaptation的module 那这个module呢在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可以把虽然是sourced domain 跟target domain 都生成我们所谓的segmentation 的perfection 那对于sourced domain来说 对于sourced domain来说 我们有真实的label可以去算 cross entropy 就是每一个pixel 每一个pixel 所以说你这个label是不是对的 那对于target domain来说的话 那对于target domain来说的话 这篇运用了就是所谓的adversary的概念 他希望我们把sourced domain 跟target domain这个feature 要能够类似 尽量的类似 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discriminate 的network来做这件事情 那大家可以看到loss 就是如果我今天是sourced domain 那我就是自己的名义吧 那我前面第一个loss term 就会不见 所以我就是让discriminate 能够辨认出sourced domain 那target domain的话 这会刚好相反 那这其实就是原本 can the disgruntled的思想 然后这是作者所谓的target 作者所谓的实验结果 那最左边的column是target image 然后最右边的这是它 最后的实验的结果 好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篇 所谓的class balance self training 然后它的setting 跟我们前面几天都是一样的 就是有like distinct domain 然后只有source domain 有label data 然后这边提出了一些做法 跟前面的那些avance 或reconstruction 有比较不一样 它提出了一个所谓的sudo label 的概念 那所谓的sudo label 就是说我没有label 然后去产生一些我觉得 比较可以 比较可以信任它的label 然后我就可以做supervised 的确定 所以我们这边是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先propose 这个sudo label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sudo label optimize这个我们的objective function 那再讲更仔细一点 我们是怎么做呢 就是我们今天会先把source domain image 去train 我们的这个segmentation的network 那train train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 我就可以把target domain image 就是没有 也就是没有label的这些image 丢进我们这个segmentation network 你就会产生我们自己的prediction 就是右下的这个图 那这些prediction 就是所谓的sudo label 那我们可以去采 采里面比较可信的 我认为比较可信的label 当成我的sudo label 然后再做第二步 我们的supervised training 好 然后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这两部分别在做什么 那这两部分别是 这两个式子分别是 这两部的一些速选的表示式 那就是公同学们参考 我这边有挂了一些简单的设计图 来讲说 这两部是怎么做的 首先是怎么propose pseudo label 这件事情 好 假设说我今天每个pixel 我都有我自己的prediction 比如说一个pixel 有dog cat 三个class 然后我prediction 这个prediction 是最高的 然后第二个pixel 就是dog 是最高的 那我就分别把他们两个prediction 这个probability 放到一个我的global的array里面 那这个array 我们就经过sorting 就可以得到像下面这个图 就是0.7 0.5的array 然后呢我今天要做什么呢 我今天根据我trainning的进程 比如说我比较前面的话 比较前面的时候 我就会希望 我取比较少的速度level 不是 比较低的这个threshold 所以比如说我一开始可能是20% 那我慢慢train到后面 就去前50% 那你这个case 如果我们取前50%的话 我们就取到0.7 那0.7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 但凡我这个target image predict出来的这些出口level the probability超过0.7的话 我就会认为它是可信的 那我就会采取 采取这些level 当成我的supervised signal 进行我第二次的optimize objective function 这件事情 然后这边的话呢 就是它的速度code 然后第二步呢 是optimize objective function 那对于我的source domain而言呢 我可以直接做 像上一篇论文做的 这个所谓的对答案的这件事情 就是算cross entropy 那对于我的target domain 我除了可以对我的速度level 算这个cross entropy之外呢 我还可以做一个L1的regulization 为什么要做这个L1的regulization 大家可以想一件事情 假设我今天都不propose pseudo label 就是我全部都不采信 那我是不是就 没有东西算我们的dose 那我们的dose就会为例 但是我们并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 我们希望 我们可以利用这些sudo label 来optimize我们的model 所以我们要加入一个L1的regulization 就是避免我们的sudo label 全部都是这件事情发生 但是呢 会有一个问题存在 什么问题存在 比如说一张追情图片里面 有大部分地方是road 有大部分地方是天空 但是像消防栓啊 或者是垃圾桶啊 这些比较少见的object 它可能不常出现在我们的图片里面 那如果你采用一个global的threshold 来取你的sudo label 你有可能永远都取不到那些 比较不好学习到的class 那要怎么解决这件事情呢 就是作者提出的想法就是class balance 的self training 我对于每一个class 我都自己有一个range 所以到时候取前百分之多少的时候 我会取我自己的那个class的前百分之多少 以这个case而言 像刚刚的话 Dog就不会被取到 但是变成class balance的self training 的时候 Dog这个sudo label 就会被我的model所采信 那这一样是我们前一篇 前一个示意图它的sudo code 跟它的loss的notation 然后第三件作者引注的这种engineer的trick 就是special prior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就如我刚前面所说的 road啊building啊 它可能在我们所谓的接近图里面 它都有所谓的固定的位置 这也就是作者一开始提到的 所谓的不管是在synthetic的data set 还是在real world的data set 某一些object或某一些class 它出现的位置是固定的 所以作者就引入了所谓的special prior 那什么是special prior呢 大家可以想象我们刚有我们的这个sudo label 那如果我在我special prior 比较高的地方出现的话 是不是代表说我这个prediction更有可能是对的 反之我在比较蓝色的地方 比如说in building而已 如果我的building出现在这个我的画面的比较下方 但是代表我这个sudo label 比较有可能是错的 所以我们就在我们的sudo label的前面乘上一个QM 也就是我们的special prior 也是一个0到1的一个值 来帮助我的model学习的更好 那这边的话它用了其实蛮多的trick 来做到improve performance的这件事 所以我们再简单的重新讲过一次 第一个就是它propose了一个 所谓的self training scheme self training scheme 就是说我propose的sudo label 再用这些sudo label 来up the muscle function 然后第二个呢 是做到所谓的class balance 就是我针对于我的每个class 我自己设定一个threshold 来找我自己这个class的sudo label 第三个呢 就是利用了我们的一个假设 就是什么假设呢 就是我某一些物体 比如说道路或是天空 会出现在图片的特定位置 那如果我的sudo label pose在了这个特定的位置 那更有可能 代表我的sudo label 更有可能会是对的 然后这是cpst的一个结果 然后做的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st就是self training 然后cpst就是class balance的self training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很明显的最后一个结果 会远远优于前面的这个结果 然后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application 也就是person reidentification 然后我们今天会介绍两篇路文 首先讲一下什么是reid呢 reid就是我今天给你上curry的image 比如说像下面的左下方的这个image 然后呢我要从我的gallery image 就是我的图库 大家可以想象就是有一堆一堆这种 一堆一堆的人 然后我要从里面找出来说 谁跟我这个curry image是同一个人 也就是同一个ID 那我们的reid model就是要帮助我们做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好我们今天会介绍两篇论文 然后两篇论文着重的也是不太一样的 第一篇论文呢是spgain 那它主要要解决的问题呢 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在reid的model里面 因为我们是从监视器来取我们人的图片 所以如果有监视器的话会有什么问题 比如说我今天是不同厂牌的监视器 然后不同位置的监视器 那会导致什么 比如说不同厂牌的话就代表 我的camera拍出来的图像呢 会有一些风格上的差异 那不同角度会有什么影响 就可能代表这里的光线比较暗啊 或这里的光线比较亮之类的问题 那其实要收集这个所谓reid的model的data显示 也是像我们前面的segmentation讲的 也是费时飞高啊 因为很难去annotate出 比如说相同的人啊 或者是不同的人之类的 那假设我们今天有一部分 有label的source domain的image 可是我想要trend在target domain 就比如说我有A厂牌的监视器的image 但是我想要trend在B厂牌的监视器 那怎么办呢 我B厂牌的没有这个label啊 所以这边就propose了一个想象说 那我要不要把A厂牌的image transfer成B厂牌image的这个风格 那我这样就可以用B厂牌的image 而且我有label 可以做supervised training 这就是这边所要解决的问题 然后这篇论文他提出了两件事情 也就是所谓的self similarity 跟domain dissimilarity 来达到他所要做的这个image to image 就是translation 然后这边认为有两个model的价格 第一个是cycle game 第一个是crnet 那我们就首先看cycle game 就是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 比如说我今天从source domain 转到target 然后再从target转为source 那我要跟自己是identical 就是相像的 然后我今天从target转成source 再转为target 也要跟自己是相像的 就是右下角的这个 右下角的这个lost term 那另外一个呢 有所谓的adversary 也就是cycle game里面的adversary 就是我要能够区别说 它是不是我这个domain 自己本来的影像 另外一个是target domain identity constraint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 就比如说我今天source domain的影像 我丢进f 这个就是从target转回source的这个generator 我还是希望我f丢进去 要能够转回我自己本身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 就是可能是他希望Marco学到的是 本身就有隐含source domain 跟target domain image的这些 分辨这两个domain image的能力 因为这样子的话 你source domain 丢进andry 出来才会是你自己 第三个呢 CRnet要做的是什么 是contrastive loss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 因为我们希望 我们translate过去的image 相像的就是同一个ide的人 还要是同一个id 不同id的人还是要是不同id 不能说同一个pair的人转过去 model就辨认不出来 他们是同一个人 所以我作者就引入了所谓的contrastive loss 什么是contrastive loss 大家可以看上面绿色的这个pair 绿色的pair 他们是同一个id 所以如果是同一个id的话呢 我们希望他们的feature的距离 也就是这个d是近的 所以如果我们i.1的时候 就是绿色这个pair 我们就只会有后面的这个lost term id平方 那所以我们的d越小 那lost term越小 那对于红色而言 这个pair的话呢 我们希望他们在feature space上面 可以对比越好 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max0m-d 什么是max0m-d呢 就是代表说 假设我今天我的distance超过了m 这个我设计是threshold 所以代表说 OK 你们已经被推得够远了 那我就不用算这个lost了 因为你已经满足了 我要把你推远的这个表现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左边的话呢 是我们sourced from the damage 也就是duke这个deasset 那作者呢 把duke这个deasset transfer to market的这个deasset 所以本质上来说 这篇录文它在做的还是 是amage to image of translation 就是这件事情可以帮助我们 在reid上面更增加我们的performance 然后呢第二篇录文呢 就是所谓的ecn 那ecn这篇的话比较特别 它跟前面那篇是不一样的 前面那篇也是利用这种所谓的 就是verser跟cyclogan 这种reconstruction的机制 来做到所谓的domain adaptation 那这篇的话呢 它有提出了三个variation 也是下面的大家看到的这三个 来做到所谓的domain adaptation 这件事情 然后它的setting呢 也是跟前面我们提到的所有paper一样 就是有两个不一样的domain 就是两个deasset 然后就其中一个domain 有label的data 我们就先来看它的source domain 它的source domain呢 其实你就可以很简单的做所有的reid 因为你已经有label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走上面的这个path 蓝色的这个path 然后我们直接问我们的这个图片跟谁是同一张 那对于我们unlabel的target data呢 做出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叫memory 什么是memory呢 大家可以看到圣意图就是我们经过我们这个reid的nabel之后呢 我们可以得到一根feature 那我们把这根feature存到我们的这个memory里面 那因为我不知道我的image谁跟谁是一样 因为我没有label嘛 所以作者就假定说每一张image都是一个class 所以对于每一根feature 我对label它一根class 那我怎么update它呢 就是说我今天我的k ki就是我前面那个timestep的memory 那我的fxti 就是我update 就是我下一个timestep 我extract出来的feature 然后作者呢 他有设计了三个invariance 来确保说 来确保说我 作者有design了三个invariance 来做到所谓的domain annotation的这件事情 好 第一个作者的假设是说 因为我每张图片都是自己的class 所以我要把这三张图片 在feature space上面推得越远越好 那怎么说要推得越远越好的这件事情呢 就是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classification的loss 也就是我每张图片都是自己的class 然后算我们的classification 那作者配合说 我们这个所谓的exampler的embarance 我们要学到什么事情呢 因为既然每一张图片都有自己的class 那如果你的model 要classify出这样子的一个结果的话 对表说我们要依照我们的外表 去classify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抽出来也是个feature 就要有所谓的appearance的这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呢 是做camera的embarance 那大家如果之前有看老师的投影片的话 就是老师有提供的东西叫stargame 作者的话呢就是把我们的原本的embs 丢进stargame 那stargame的12345分别代表的是不一样的camera style 所以可能就是颜色啊光线啊之类的有所差异 那作者希望的是我在transfer之后的图片 跟我自己原本的图片要有一个customs 就是我的model要能够去抵抗这样子的 比如说画风啊或者是光暗啊的这些 有点像是noise的结果 所以作者design了这个camera embarrassing 有点像是要去customs 然后第三个假设呢就是作者认为 因为我们在这个target的部分里面 我们每张image是一个label 但是其实有某一些image 它的确是属于同一个ID的 所以作者认为如果我们今天 我们一开始的距离很相近的话 那很有可能代表的是 我们两个的确是同一个label 所以作者design了这样子的一个classification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跟你很相近的话 那我就要去用 我就要跟你 我就要能够被classify成你的class 然后作者也提出了另外一个很有趣的想法 就是其实我们前面可以看到 我们前面的这个exemplate embarrassing 就是我要把每张图片推得越来越好 然后第三个这个neighborhood embarrassing 其实是我要把我跟某些图片的距离拉近 所以他们两个其实是有一点相反的 optimization的方向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说就是分别apply 这三个不一样的imverance 所以这就是一个applyation study 就claim说它这三个imverance 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然后我们看完了三个test 总共六篇paper的这些application之后 特别是我们会去做desentangle representation 那为什么要做desentangle representation呢 第一个是我们会比较容易去解释说我们model学到什么东西 第二个是说我们可以去control 比如说我们control它的style code 或control它的content code 我们就可以去generate出图片 那第二个是adversal的training 就是我们adversal的话就是我们要去让model 学出一个两个domain都一样的地球 就是所谓的domain environment feature 让discriner去搞混 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去minimize source 跟target的domain的discriminacy 其实跟上面这件事做也是蛮像的 就是我们要有个共同的natent space 那第四个我们的tubing 好像没有update 就是我第四个要讲的事情是 让大家可以看到 最后ECM这个test跟前面的 前面的CPST的test 他们都会propose所谓的sudo label 然后来帮助他们的test做得更好 然后下面这边是我们前面的那些论文的reference 谢谢大家